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1日邓紫棋现身郑州化身成快递人员 邓紫棋换上宽大的橘色外套 搭配牛仔裤和白色高筒球鞋 还戴上棒球帽 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邓紫棋骑车奔驰在道路上 因为这天有个特别的任务 就是随机抽选订购郑州演唱会门票的歌迷后 再亲自送到对方手上 结果邓紫棋正好是抽到的是一名大学生 相为一日快递的他一路送到宿舍附近 立刻吸引时都学生为官 便对蜂拥而来要求签名的深浪 邓紫棋也都来者不拒 宠爱歌迷的举动瞬间又圈了不少粉 此外有缘遇到他的人也都称赞真人好受 两好小好漂亮 适合一天邓紫棋在微博记录此事 昨天在郑州做了一天快递员 并晒出和幸运歌迷的握手合照 他不敢搞笑个性 额外表示因为形成太感的关系 我居然没有吃到有名的会面 我的天我居然忘了 可见真的很想吃到这道美食 也约定好25日到当地开窗时 一定要吃到